嘿大家好,欢迎收听这一期的早安英文,我是Neo 我是阿朗 Hello,Welcome to Morning English 早安英文呢,是一个为大家免费提供英语教学的频道 每天都会更新 如果你想获得关于英语 听说读写的内容,我们都会在这个频道更新 我们的目标是帮助全球的华人学好英语 如果你觉得还不错的话,记得给我们订阅哦 另外点开小铃铛 这样的话就不会错过其他任何学习视频啦 对了,如果你想获取本节课的完整版笔记 在视频简介或者评论区领取哦 你也可以给这个视频点赞 点赞就相当于自动保存啦 今天呢,要和大家来一起看外国友人推特的日常 也就是他们的微博日常 今天我们的主题是 最烂最糟的主意 我们一起来看一下第一个 我爸爸说,如果你开始被打了 就开始笑吧 假装你很享受这一刻 it will creep them out and they'll stop 你就会把他吓到,然后他们就不打你了 嗯,真是一个好爸爸 好,我们看一下 这个里面的beat up 是独打的意思 很很揍的意思 它在口语中呢,还有一个用法 它是表示责备 比如说beat yourself up 就是责怪你自己的意思 嗯,还有一个很有意思的单词叫做 creep somebody out 表示吓到某人 creep c-r-e-e-p he's always staring at me 他老盯着我看 he creeps me out 就把我吓到了 我们来看一下第二个 my dad told me when you see a shark's thing 我爸爸告诉我 如果游泳的时候 你突然发现了一个鲨鱼的鱼鳍 swim directly toward it to establish dominance 嗯,就是直接朝他游过去 建立你的统治地位 结果准备吃了 shark是鲨鱼的意思 后面那个单词thing f-i-n 是鱼鳍 是,还有这个dominance 就是优势统治地位 比如说经济上的统治地位 可以说economic dominance 这个dominance这个单词呢 后面通常接一个over 它表示赞统治地位 比如说 the United States continued their dominance over world economy 美国呢 持续在世界经济上 赞统治地位 嗯,但估计不久了 而第三个 my dad want me never to blink during job interviews 爸爸警告我 永远不要在面试的时候 眨眼睛 就死瞪那个面试官 对,瞪他20秒 30秒 然后他就喊你走了 这个blink在里面就是扎眼 闪烁的这个意思 b-l-i-n-k blink I blinked as I came out into the sunlight 我一刚出来 哎呀,碰到了这个阳光 就不停地扎眼,流眼泪 我们再来看一看 这个句子中的interview这个词 它在这儿呢是表示 面试面谈 当然他也有采访的意思 比如说 an interview with the president 跟总统的一次采访 OK,最后一个 my sister asked my dad how to lose weight 我的姐姐或者妹妹 问我老爸怎样减肥 his advice was just stand with one leg on the scale and the other on the ground 我老爸的建议是 一只腿站在蹭上 另一只腿站在地上 又一个好爸爸 好,看一下这里面的 skill这个词 s-c-a-l-e 它是表示秤 然后lose weight 是减肥的意思 是的,你可以说 keep feet 也是减肥 健身的这个意思 当然了这个weight 很好玩啊 比如说 有一个叫做 that weight 就是死重死重 它真的就是讲这个东西 很重 也可以表示累赘 比如说 he's told me what a dead weight you were to hang 他告诉我 你对他而言 真的是一个累赘 好,今天这个 worst advice 最烂的建议 就到这里了 我们来看一下 今天学到的 使用英文表达 number one beat up 毒打 在口语中也可以表示 责备 比如 beat yourself up 责备你自己 number two creep somebody out 表示 吓到某人 he's always staring at me it creeps me out 他总是盯着我看 太可怕了 number three fing 于其 number four dominance 表示优势 统治地位 economic dominance 经济优势 这个词后面接 over dominance over 表示占统治地位 the united states continued their dominance over world economy 美国持续对世界经济 起着主导作用 number five blink 眨眼 闪烁 I blinked as I came out into the sunlight 见到阳光的时候 我扎了扎 迷了迷眼睛 number six interview 有面试 或者是采访的意思 比如 an interview with the president 总统的一次采访 number seven weight 有 lose weight 减肥 dead weight 表示负重 和累赘 比如说 he told me what a dead weight you were to hang 他告诉我 你对他来说 真是个累赘 hello welcome to morning english 早安英文呢 是一个为大家免费提供英语教学的频道 每天都会更新 如果你想获得关于英语 听说读写的内容 我们都会在这个频道更新 我们的目标是帮助全球的华人学好英语 如果你觉得还不错的话 记得给我们订阅哦 另外点开小铃铛 这样的话就不会错过其他任何学习视频了 对了 如果你想获取本节课的完整版笔记 在视频简介或者评论区领取哦 你也可以给这个视频点赞 点赞就相当于自动保存了 好了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 我是Niu 我是阿郎 我们下期见啦 拜拜